头七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经济 代表往生者附在这个动物身上 显示死者十不明目 有怨气想要报复 心里有一些不愉快的怨气 容易前往到不好的地方去轮回 各位忠实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小孟老师 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叫头七 在各个网络平台 哇,好多人都在讨论 那很多网友都在问说 到底头七是什么 因为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头七 但是老一辈人都知道 那头七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禁忌 还有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 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要参加 头七守灵业的时候 又有什么要小心提访的呢 小孟老师赶紧来告诉你 那头七呢,是由民间相传 往生者去世的第一天开始算起 在第六天的子词 也就是晚上的十一点到一点 会由牛头马面与阴差鬼兵 护送遣返这个往生者到家中来看亲人 也可称为回魂日 然后每隔七天会做一次七哦 所以总共加起来会做七次的七 因此完整做完 这个七次的七需要七七四十九天 做完后往生者就会轮回转世 那第一次做这个七呢 就叫做头七 所以民间有人会在做七的时候放梯子 就是要让往生者可以自打天蹄 自打天蹄 就是他可以转生到好的地方 或者他可以往生西方极乐 那头七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也是往生者刚接触阴界 因此家中的亲人必须要准备祭祀的物品 在头七的时候来祭拜 并且还要守夜 那头七如果你要做的话 到底有哪些的禁忌呢 第一个严禁黑猫跨过尸体 因为头七的时候黑猫如果跨过尸体 代表往生者附在这个动物身上 那往生者如果一旦附在动物身上 代表他有吃不饱的状况 而且黑猫跨越尸体 显示死者死不瞑目 有怨气想要报复 因此头七手 你要将旁边的那些野口野猫都要赶走 第二个不要拜婚时 头七要记得 不要去拜婚时 不要杀生 帮往生者积福的 好让往生者可以转到好的地方去 第三个不要嬉闹 头七死者为大 不宜吵闹将音乐的声音转得很大声 或者是电视声手机声 都不要转得太大声 以免让往生者心生烦躁 第四个不要争吵 家产 头七不宜讨论家产 以免往生者放不开 心里有一些不愉快的怨气 容易前往到不好的地方去轮回 所以要记得 头七的时候不要讨论家产 第五个孕妇 还有就是产妇需要避开 孕妇若怀孕未满 三个月的 因为胎儿不稳 所以尽量不要去守灵 以免往生者 它转世到你的肚子 变成你的小孩子 另一个说法就是 因为孕妇都很辛苦 守灵价为疲劳 容易不适 所以会想到胎儿 第六个 三岁以下的小孩子 不要去参加头七 因为三岁以下的小孩子 参加头七的话 因为小孩子的年纪比较小 容易看到一些灵体 第七个 不要咒骂往生者 很多很早就往生的人 亲人会不断地咒骂说 为何你那么早走 这样会让走的人心情不好 来世也会不好 第八个 亲人切记 不可以不到场 能死后头七回来 要见到想见的人 如果说看不到想见的人 那往生者会走得不安宁 第九个 仇人不要在灵堂旁边 就是逗留 因为古人认为 仇人在灵堂这边 逗留的话 有想要乱做法 乱下骨 也不希望说 让往生者见到仇人 心情不悦 第十个 不要说来拖梦 头七的时候 不要给往生者压力 一直说 赶快来拖梦 你有什么需要 赶快来告诉我们 则是在凡间的人 这样子 你会让 就是往生者一直有压力 容易困在 阴界走不了 所以这十个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在此 小光老师也要祝 大家都可以有个 愉快的 每一天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